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盲区啊 你这至少的盲区啊 定义啊 在血液里边都投下银子 然后就从血液的帐来砸起 血液就是就会稠啊 粘稠啊 里边就会脏脏的 然后血液里边甚至有阴影 血液不是带着气满全身循环的 所以就会就会得各种病 其实血液里边就是 因为水水里边水大嘛 血液全身都流动嘛 血液里边投入 就是很明显的里边有你认知上的角度 就是全是在血液里边全是 就是那种投影 那种投影成为在全身 就是每个细胞血液障碍 你细胞就认为那就是真的 我们认知上的盲区啊 对黑啊个光明的看完 你的血液里边是黑的 黑的不是说我们出来的血是黑血嘛 你看六祖 二祖当年杀的时候血液是就像白乳嘛 就是清的就是白血 因为我们是黑血 黑红色 黑红色呢就是 就是我们会觉得 就很多心里边很多阴暗的就是头道的血液里边 就是头道的血液里边 血液你看见就是黑的 连血液都被认知染成黑的 如果你的认知解脱了 血液都变成白色 从白色变成光明 光滑 就可以飞升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二祖都是列成就白乳 其实也很 你看女的 这个其实完全女的不是 女的流奶也是血边的 流奶嘛 给孩子吃奶的是 血化也化的 有恐惧 那就恐惧在那个血里边 有黑黑的也倒的 身体全是自己搞的搞砸 各种把麦刀也给躲了 骗干的 怕死的 各种认知 对万物的认知 自然间的定义 全在身体里边留下 各种执着都在身体里边留下痕迹 那么本来这真的是个魔女主 啥也没有 都没有那么多黑暗光明 啥也没有 空灵 无处不在的空灵 现在弄这个人了 就是各种投也投出个人 挖在空灵里面投出个人 都是自己捏出来的 自己是自己的上帝 自己捏出来 自己捏 各种执着 执着出个人像 坦荡荡的或者自己有力量了 或者 就是不怕一个人 不怕孤独 不怕无常 不怕生死 什么都坦然的 能坦然的话 你身体所有的毛病都好了 想得太密集的想 小心事 小晃动 而且头脑那边 各种铁箱 各种角度 就是一下子都是逼近空 把那个网 就不能够 马上着想了 马上这个手机放在这儿 你就会录进去 然后等一会拿走 就真的是轻轻 就是有那种像 清理不掉 这个柜子都才能清理 或者你又执着的就不清理了 就在那里留下了 不执着的 就慢慢慢慢就消失了 就是太消耗 就是你身体虚弱的时候 太消耗脑力了 一些你做那些形象什么的 就身体你本身就弱 又疲劳 又不可能有食 也不是那么 就是 又不配套 就有食啊营养啊什么都跟不上 然后又特消耗脑力 又特累 所以导致目前的倒下来是吧 嗯 我怎么知道 就有那个被冤屈的感觉 被冤的感觉 被冤的感觉 对啊 就是冤屈的感觉 就是冤屈的感觉 因为老脚不好 大家都知道是与肝有关系 还有肝开窍也没嘛 眼睛里边如果长 都是一般都清肝 一般中医都是清肝 但是从佛学的角度呢 是为什么 清肝的同时 他就是在转化血液 清理血液的东西 血液里边有东西 眼睛才会出问题 怎么就说 在佛学里边 转化血液是怎么转化的 就是要注意点什么 第一是转化血液有两个 第一是 一定不要有丝毫的抱怨 还有就是一个抱怨 对血液影响很大 不管在任何时候 就是你要注意 你要是一小眼睛 彻底清理你那些东西 不怀疑不抱怨 尤其是对亲人 或者是你信得过的朋友 就是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歌顺黑暗 歌顺黑暗 就是说 我们其实平时大家都做人 就是歌顺光明 但是血液呢 是水大 水大呢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误解 把黑暗呢 跟很多的 因为其实眼睛呢 眼睛破的两个执着 就是光明跟黑暗 因为万法都是 就是万法都 就是说我们借太阳光 才会看到 借光才能看到东西 是吧 你没有光你就看不到 所以 从有为的所有的诸像 说佛系里面 说破像 就是其实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 没有光明 你是就是黑暗 是吧 其实黑暗 并不是个邪恶啊 阴毒啊 这些联合在 联接在一起的 最多就是阴柔 黑暗是阴柔的东西 就是歌顺黑暗呢 黑暗呢 因为只有黑暗才 人们我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 我们整个的 就是身体就是在 就是因为有黑暗 在黑暗才形成的 我们的本性里边 不是因为有黑暗 才能形成我们的 这个像 我们是 因为本性里边 什么都没有 只要有黑暗 它才行 才能形成这个 轰浊黑暗 才能形成我们这个像 如果你辅定黑暗的话 那么其实在辅定 整个自己 足像啊 就是 歌顺黑暗 不是歌顺邪恶啊 就是 当你 但是呢 因为黑暗里边 当你觉得 你在歌顺黑暗 你静下来去想 当你觉得你 黑暗 并不是解坏事 黑暗的光明 一样可贵以后 珍贵以后 当你静下来 知道你 啊 就就简单的 说我在 赞扬 就像你赞扬光明 太阳一样 赞扬黑暗 太阳光下 是什么也不显的 但是黑暗之中 很多的 你身体里边的 什么小虫啊 很多的东西 会写写出来 在黑暗之中 比如说晚上 你洗了灯 有很多东西 才该出来 他们恐惧阳光 就是那些小虫 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 佛菩萨 才有可能去度驼他们 就是他们才 因为他们 在黑暗中 他们才没有恐惧 他们才可以被渡脱 所以 而且黑暗呢 是所有的因果写出来 黑暗是所有 我们就是很公平 黑暗中才很公平 我们很多内心 自我的东西 在黑暗中呈现 知道吗 我们很多事情 都是在黑暗中做的 所有的欲望 都是在黑暗中满足的 它是很美丽的 就是黑暗 你所有的快乐 有时候都来自于黑暗 但是呢 我们一直在诅咒黑暗 诅咒这个世界 另一半 另一部分 所以你的肝血液 才会在眼睛 才这个撬上 有东西堵上 清肝不是说 清理彻底的清肝 你就是清理血液的脏东西 那么你黑暗是很重要的 当你听懂我这些话的时候 你眼里的东西可能会消失 知道吗 但是 但是你要闭上眼 闭上眼睛下 比如说我们自己 我们很不喜欢邪恶 我们很不喜欢邪恶 但是黑暗 我们其实黑暗是很珍贵 所有的一切邪恶 都是在黑暗中呈现出来 而当邪恶呈现出来的时候 正是果报 正是最公正的时候 因为有邪恶 它的果报就快少了 当一个人歌颂黑暗的时候 其实黑暗就可以彻底转化 转化成寥寥分明 转化成明觉 只有黑暗转化掉 干气才能够彻底清理 血液才能净化 你夜里揉进的那些沙子 你认为的邪恶 才能彻底消失 到黑暗转化以后 邪恶荡然无从 包括地狱 三恶道 饿鬼道 黑暗跟阳光同样珍贵 我们只是寥寥分明的如来 我们没有黑暗也没有阳光 我们只是明白 寥寥分明 我们只是敏捷 请赞颂你内在的黑暗 这是从佛学的角度 西医是西医的 中医是中医的 那佛学的就从草去清理 不管你以后有什么治疗 恢复的会很快 优优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